市民們把放鬆的心情拉回來 我們全力的對戰 今天一再出現的本土病例 都是感染不良 我們更要全力的防堵 所以除了中華疫情宣布的 市外五百人以上 市內一百人以上 停辦所有的集會活動 不但講是停辦 其實我要求 我們新的也是 在這段時間 市內跟市外 就算你市外五百人以下 市內一百人以下 我們只要沒有辦法 做好防禦 戴上火罩 保持社交距離 嚴格的入食 食連制 良品溫消毒 我們只要沒有辦法把握做到 請嚴後辦理 後就是停辦 我們要包規格檢視自己 至於八大特殊營業場所 我們會不斷的去積查 只要去積查 戶查不合格 馬上暫停營業 這個八大特殊場所 一定會不斷去查查 戶查不合格一次 我就暫停營業 至於八大風險場所 所謂八大風險場所 就是我們畢如講的 休閒遺漏 增教祭事 下空機關 等等 八大風險場所 這裡面 希望大家戴上口罩 如果不戴口罩 勸導不聽者就開放 市內集會 戴口罩 戶外無法 全程保持社交距離者 一定戴口罩 大眾運輸 交通工具 消毒的頻率提升 尤其公車的消毒 每趟次回來就消毒 禁止飲食 檢驗消毒的頻率加倍 醫院 婦女之家的判斷禁止 長照機構的注視性 採視性 教育局 某足跡風險的下沿 暫停對外開放 今天有宣布 吳州 新州 兩個區域的下沿 全部對外不開放 現在暫停對外開放 所以等於不開放 其他的地區 我會隨著疫調 馬上做滾動式的檢討 區長們隨時跟我通報 只要有足跡所構 有風險 馬上校園 保護孩子 都是停止開放 其他的 不管是老人共餐 已經停了 清除管財醫院 這個我就不再說了 關閉通通不良的活動方式 在五舊 一直到六月八號 除了這個以外 我特別提醒教育局 下外的地位旅行 能夠延後就延後 至於效益的交友和活動 全部暫停 一定要把篩檢的量要擴大 不怕找不到 只怕你不願意找 大家有力去找 因為只有找出來 我們才能夠堵住 疫情 所以我借中央 要擴大範圍 擴大裁檢 要擴大範圍 擴大裁檢 要擴大範圍 擴大裁檢 甚至涉到莫爾特當時的桃園 都在北台灣 又涉到宜蘭 所以 我們這幾個縣市 大家一定要聯合作戰 我們跟CDC 永遠一條心 華麗就是 共同面對 共同決定 疫情有擴大的問題 特別是未來幾天 大力會多嚴重 現在也看不出來 所以 因應的緊急狀況 有以下一個 台北市政府要發布的命令 市內一百人 市外五百人以上 原則停辦 要辦的要申請 以下 現在就算要辦 也要全程遵守戴火灶 不准飲食 保持社交距離 雖然我們說 那一百人以上 五百人以上可以辦 但是我們還是建議停辦 因為現在不曉得到底 狀況多嚴重 所以原則上是 大權活動可以停辦就停辦 關上幾天再講 也因為這樣 在教育局方面 畢業旅行 戶外消息停辦 畢業典禮還線上 教員開放 明日期停止 交通 全程戴口罩 禁止移植 餐廳 如果真要吃桌菜的話 要保持具體 沒法做 或是隔板 那社會局有關的 這種 老人共餐 課程 明天期都停掉 長生任務 也停掉 疫苗是這樣 我們關於防禦旅館的工作人員 如果我們會請 聯誼 跟那個 官傳局去聯誼一下 我們會指定一個 打疫苗的疫苗 來打的 主要是旅館工作人員 來打的 免掛號會 這邊先處理 從今天晚上開始 請那個警察局 要嚴格去 臨檢的時候 要注意那個 十連制 因為常常是這樣 有一陣子沒有 疫情比較趨緩 大家就不注意 從今天晚上開始 八大行業 十連制 嚴格執行 那個 請通知所有的 酒店五廳 要先十連制 至少我要先確保 十連制 然後那個 警察臨檢的時候 一定要嚴格 檢查有沒有十連制 這一次的疫情 比上一次 嚴重多了 因為這一次真的是 不明 有社區不明感染 在這個時候 你知道 一定要大家保持穩定 也不要再去責怪 我們不喜歡看到 今天晚上的 call-in節目 在那裡罵來罵去 以前我老實說 如果罵住院醫師 血會止的話 我就罵 同樣的道理 如果今天晚上 coven節目 再罵來罵去 台灣的疫情 就減緩的話 那就繼續罵好了 如果罵沒有用的話 請大家今天晚上 不要罵來罵去 我們先把問題解決 要罵一個禮拜後 再來處理 一般來講 感染標準是2到7天 潛伏期 所以要看個幾天才知道說 那個罵航那一波 那個 那個 上出去有多大 現在還不曉得 所以我 所以原則上 這幾天先活動先暫停 也許隔一個禮拜 比較 去才比較確定說 到底情況怎樣 如果真的 更嚴重的話 也許要更嚴厲的 防治措施 但是現在敵情不明 所以就先 把所有的活動都先減少 現在不是檢討錯誤的時候 現在先把問題 先關 這幾天 我們先把活動降到最低 觀察個幾天看看 運氣好的話 也許 就控制過去 運氣不好的話就擴散 這個恐怕到時候還有更 嚴厲的措施要做 所以我要跟你講一遍 這個時候不是怪罪的時候 如果罵人喔 血會止的話 我們就罵人 罵人血不會止 你罵朱雲醫師幹什麼